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祢將這城交給我們 讓高高的身體不潛行 直到我們感見不幸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約不記二十三章十節說 然而祂知道我所行的路 祂試煉我之後必如金金 在今天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的生命能夠經歷神的試煉 並且彰顯出神的榮耀來 祂試煉我高聲歌唱讚美你 不論是瞬間或逆境 我深知你是我生命的神 唯有祢掌管我一生 我高舉雙手擊敗你 你愛真實 無可比擬 我深知你是我生命的主 全心呼求你耶穌 主神聖靈降臨 主神聖靈降臨 充滿我生命 呼召我所有 舍下跟随你 我一生淡淡属于你 请到地胜利 你大能运行 唯有你耶稣 使我领追逐 我的心可怒信 请你耶稣我主 我高声更 称赞美你 无论是神 经过你一起 我神知你是 我生命的神 唯有你掌管我一生 我高居双手敬拜 我高居双手敬拜你 你爱真实 无可比拟 我神知你是 我生命的主 全心无求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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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居双手敬拜 再特别加密 合命的 him 祈 Anakin Vu 我灵吹逐 我的心可不信心你 耶稣神主 改变我心 使我很想你 我一生只为要敬拜你 借进我灵 点燃我的心 求脸紧握如今 改变我心 使我很想你 我一生只为要敬拜你 借进我灵 点燃我的心 求脸紧握如今 宇宙 祝圣灵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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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主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更多的为你所用 谢谢耶稣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 Amen Amen 感谢主 让我们越被魔朔 越如金金那样子的宝贵 神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呢 在这个不断的被塑造的过程当中 会比金金更加的宝贵 我想一个最宝贵的金属 要被淬炼出来 我们都知道 它是要非常非常的高温 然后把那些杂质呢 全部的这个烧掉 或者是全部的溶掉 然后剩下的才是纯金 所以为什么贵重的金属 这么昂贵 就是因为它这个过程 是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要取出来是这个 最精华的部分 所以神在淬炼人的生命 也是如此 我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若是你正在经历一些被淬炼 被塑造的过程 刚刚我们在唱这首诗歌 神也不断地在对你说话 你会被淬炼成为金金 比金子更宝贵 能够献给神 做这个无瑕疵的器皿 一生被主使用 今天我想要特别从 彼得全书第四章九节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彼得全书四章九节 这个主题叫做 不要发怨言 它说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这边讲到互相款待 就是讲到这个初代教会 被这个罗马帝国被逼迫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最逼迫的时候 就很像我们在疫情的当中 不能够公开这么多人聚会 一定要被打散的那种环境 那我们是被疫情底下 没办法见面 实体聚会 那这个你可以想象 他们那个时候不是一场疫情 那时候是一个时代底下 他们只要有群聚 就会被这个攻击 甚至连生命都会赔上去 所以他们是非常小心的 在躲躲藏藏的来聚会 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年代 他们就东躲西躲 特别是用一些人的家里面去聚会 然后为了要躲藏 会在那个门上面 有一个鱼的标志 因为那个鱼的标志都是缩写 那个鱼的标志缩写 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这样的缩写 所以他们用一个鱼的记号表示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些人家里面 或者是车子的后面 都会挂一个鱼的标志 这就代表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 那时候他们躲躲藏藏的时候 就需要到每一个人的家里面 头头摸摸的然后去聚会 那圣经的那个历史学者 他们就记载 那时候人的家庭 大多是蛮简朴的 那往往一个家的这个大小 就是一张床的大小 他也就是说 你的家也不大 然后这个空间也不大 然后家里又有这个大人小孩 也都在那个空间里面聚集 然后我们为了要接待这些人来聚会 所以呢 他说我们不只要这个开放 互相款待 然后呢还要把我们家所有的呢 因为聚完会嘛 大家要一起吃 那你总不能说 好那你来聚会 然后每个人就收钱来 没有这样子嘛 所以他们就要尽他们所能的 去款待这些来聚会的人 所以特别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说 既然如果你要款待 那你要记得不要发怨言 好不要发怨言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要做 可是呢我们最喜欢的就是 一边做一边念 有些妈妈在煮饭的时候呢 就在那边炒菜 一边炒呢就一边抱怨 去打给你爸啦 你爸今天会回来吃吗 又不回来 不回来也不早讲 然后去打给你姐啦 好 看他要不要回来吃啦 把家里当旅馆啦 那我每次煮那么多菜 那要煮给谁啦 倒掉好了啦 就是你知道我们又爱 又爱做又爱念 所以教会就有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教会就是 常常非常爱念的一群人 其实不是那种 这种普通人 是蛮爱服侍的一群人 他们又服侍 其实做的也蛮多的 然后觉得他们也很爱教会 也很爱牧者 可是你就发现 他们也叨叨念 常常聚在一起就发怨言 所以你看经文里面 就特别提醒我们 就说既然我们要款待 既然我们要服侍 既然我们要分享 既然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 带到周围的人 祝福周围的人 但请记得 当我们一边服侍的时候 请不要发怨言 请不要发怨言 难怪初代教会要做成熟的领袖 有一个重要的标准 你看人如果想要做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有节制 然后自首端正 有没有看到 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所以你看 当初你要做领袖 你要非常乐意 你有看到这两个字吗 非常乐意的接待远人 那这件事情偶一为之还好 你要非常乐意 就不是只是一两次 你要常常这样的做 常常的去接待人 常常的要煮我饭 常常要让人家来你的家里面 所以你知道 做一次可以 做两次表情已经怪怪了 做三次已经咬牙切齿了 那现在有一些教会的 弟兄姐妹 还要连续八个礼拜 做幸福小组 我跟他讲 做到第七第八周 那个脸没有臭 都已经感谢主 那有的做到后来 同工还吵架着 做到后来 彼此还不合 为什么圣经这样讲 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很爱服事 在服事的当中 我们忘记了一件事 就是不只要做那件事 服事的这件事 还要记得 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夫 不抱怨 不推卸责任 不说不该说的话 那这才是难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来看这个节目 一起祷告的人 你大概不是不爱服事的人 但是往往我们在服事当中 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很爱抱怨 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改掉这个坏习惯 其实我们不是不爱服事 但是我们往往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喜欢刀刀念 吃太少也念 吃太多也抱怨 对不对 吃太不好也觉得这个菜色不好 菜色太澎湃也觉得怕胖 你知道现代人 什么都可以抱怨 这个也可以讲 那个也可以讲 在教会里面 这个冷气太冷 抱怨太冷 冷气太热 流汗也抱怨 椅子太硬 抱怨教会买这种椅子 让我们坐骨神精通 椅子太软觉得很想睡觉 教会怎么有这么想睡觉的椅子 你知道什么东西都可以抱怨 牧师讲得太短 觉得牧师讲到没内容 对不对 觉得牧师没有准备好讲章 牧师讲太长 觉得牧师有没有顾到 我们要跟家人一起吃饭的时间 讲那么长的道是给谁听 你知道什么东西都可以抱怨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改掉这个抱怨的坏习惯 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说神 求你帮助我们 腓立比书第二章说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畏 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 好像明光照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让我们显在这个世代 好像可以做光做言 可以明光照耀呢 就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都不要起争论 我们祷告主 每一个教会充满了 都是那些乐于接待人 又不抱怨的会友 阿们吗 我再讲一次后 今天我们来一起祷告 每一个教会都充满了 乐于接待人 又不抱怨的会友 告诉你 如果每一间教会都这样子 你什么事都不要做 教会就增长了 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喜乐的服侍神 而且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 不会起争论 我们在这个世代 就好像明光照耀 显在这个外邦人的面前 看出这个基督徒生命 真正的这个品格 我最后讲一个这个心理学家 这个费斯丁格的一个理论 他说我们生活当中 百分之十 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百分之十 是因为周围的事情发生影响我们 但其他的百分之九十 都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影响我们 我再讲一次 这个费斯丁格的理论就是 其实周围发生的事情 只会影响我们百分之十 另外百分之九十 是我们看待这个事情的反应 影响我们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待这件事情 不要从抱怨的角度 那我跟你讲 周围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影响到我们 好没 来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我们为那些正在与人关系交恶 或者是仇敌 想尽办法 让我们家人的关心 都充满了抱怨紧张 拆毁我们的关心 来 我们为这样子来祷告 我们祷告主 关系要和好 我们不再用负面的角度 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事物 尤其在教会 好不好 我们祷告主说 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待的事情的眼光 都被改变 让我们的关心可以经历和好 仇敌本来想要害我们 但是神要帮助我们 合而为一 我们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呀 说我们赞领 谢谢祢 谢谢主耶 祿主席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 后拆毁中间 人与人关系隔断的起来 让我们跟家人 跟朋友 跟教会的这种姐妹 甚至在工作的职场 人际关系都可以被修复 都可以和好 都可以经历神的大能 我们赞美祢 我们赞美祢 求祢帮助我们 不让从心拆毁我们的关系 祢 让我们的眼光 从负面转回正面 谢谢主 谢谢主 亲爱的主我们来祷告 祢 恳求祢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就如同祝福一样 主啊 在每一个关系当中 主啊 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主啊 我们都要带下祢的旨意 主啊 恳求祢来帮助我们 主啊 在这个世代当中 主啊 祢热紧我们的口舌 让我们说出的是造就人的话语 主啊 当我们想抱怨的时候 我们就多想一个感恩的事情 主啊 我们知道 主啊 当我们感恩 主啊 祢就要使我们经历 更多更多值得感恩的事情 主啊 祢来帮助我们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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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最后我们有个祷告好不好 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 抱怨的习惯要离开我们 我刚刚说 这个就是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了 我们说从今天开始 我们选择不发怨言 我们选择不起争论 我们要像明光照耀一样 不要有什么小事就抱怨 求主帮助我们养成感恩的习惯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从今天开始 抱怨的习惯要离开我们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选择不发怨言 让我们选择不起争论 让我们选择在幕后的时代 像明光照耀一样 谢谢祢主 谢谢祢的怜悯 教导我们全会感恩 教导我们学习 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 教导我们 主啊 我们来到祢面前 向祢来祷告 主啊 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吊转我们的眼光 主啊 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主啊 我们用感恩的眼光来看它 主啊 我们用一个喜乐的心来看它 主啊 我们知道每一件事 上帝都有祢良善的旨意在其中 主啊 出去我们负面思想的意念 主啊 出去我们想要抱怨的心 主啊 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祢的旨意 在我们生命中都是好的 都是良善的 我们圣上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啊 出品先生 祢先带祢 传入圣灵 充满我生命 呼召我所有 设下跟随祢 我一生当然属于祢 请到你胜利 你打了运行 唯有你耶稣 使我灵追逐 我的心可不信 祈祢